那在下一代的例子到底會變得怎麼樣 其實在2021年的時候 那時候你上次推出一台車 Chill Out的概念的時候 那其實他們就表示這台車應該會是 未來下一代例子的一個雛形 其實你點出了一個重點就是說 它其實就是在Ford Ranger的基礎上 所推出的一個 七人座的修理車款